男生 现场同事发回来的消息 死者叫徐晓珊 19岁 现场还留有一书 估计是自杀吧 你能猜到故事开头 绝对猜不到剧中精彩片段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陶子女士 我是你们的陶子姐姐 电视剧《少孩风暴》更新到12集 林浩被陷害 结果是有惊无险 其中有黄熙的功劳 一方面黄熙及时给自己的小姨贺云通风报信 另一方面胡所长也不敢直接把林浩怎么样 因为林浩是局长的干儿子 何况孙兴的陷害很小儿科 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没有人会相信都不孙 现在还是绿藤式的关键时刻 风声很紧 想要陷害林浩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林浩的冲动 其实也是在情历之中的 自己的高中同学 徐英子和弟弟徐小三都死了 明明这不是什么活不下去的事情 可是徐小三为什么会被放出来后自杀了 徐英子为何不为自己的弟弟徐小三申冤 而是选择跳楼自杀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引擎 作为观众的我们 其实当然知道 徐英子为了自己的弟弟 被深信害惨了 也知道徐小三出来后 是被杀手给弄死的 但是林浩不知道 当场很多人也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深陷谜团之中 作为同学还曾经带着他去调检 现在人死了 换作是谁 都不会接受的 何况林浩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所以林浩非常冲动 想要找孙信算账 林浩知道其中的事情肯定有汪妮 因为胡所长 在孙信面前都不敢照字 孙信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 注定他是不会安生 骨子里烂掉的人 随着剧情的播出 徐英子简弟被陷害后 胡所长死亡 孙信被逮捕 一语道破 赫云身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就点赞 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